今天我們今天來看 因為上禮拜主要是把那個 縛回圈的那個部分 究竟馬表 大概把它做出來 那究竟馬表其實程式不多 大概就 總共的話呢 其實算下來 大概就只有這個 四行程式 那 兩個縛回圈加上一個這個輸出 那輸出的話 最後其實我們用了一個format 所以如果 假如你用format來做的話 基本上蠻簡單的 就是把那個 你的公式裡面其實是大瓜 那個大瓜糊 把那個變數放進去就OK了 那當然如果 究竟馬表太複雜 我是建議你可以分階段來完成 也就是你可以先怎麼 先輸出一個 因為究竟馬表這個有點複雜 你要輸出酒列的資料 橫向的酒列 那如果說你是要酒列太複雜的話 那我上禮拜其實 有把它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 就是把 第一列先輸出 第一列輸出完 然後呢 再把其他的那個 那個 列 再輸出就OK了 所以 那你可以看到 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是一個 一到九的變數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 我要先 就是 for j in range 1到16.10 輸出後面的數字,前面都一樣 後面這個的話,就是1乘上j的數字 記得尾巴一定加反斜線,反斜線T 再來做第二階段,外面再包一個4 i回圈 i in range也是1到10 然後再把這個地方尾巴再加一個換行 換行的話,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加一個printer就可以了 printer的話,我們就把這個回圈給寫出來 這個是最後的答案,先for j ok,然後再for i 最後尾巴再加一個printer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你會發現 這邊是最...像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它裡面因為必須要串資料 所以前面這些變數,每一個地方都要做轉型的動作 如果你要轉型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變成一直轉,然後一直串接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想說要一直 一直轉型,然後一直串接的話 最後我是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用format ok,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用format的話,可以改成 下面的寫法 那你會發現上面寫法跟下面寫法最大的差別 下面寫法你會發現,其實就簡潔一些啦 因為它有點像這個模組 然後呢 後面這個format 實際上就是把 這裡面的三個大瓜壺 三個大瓜壺裡面就 同時賦予它 三個資料 一個是i,一個是j 然後一個是i乘j 分別把資料放到這個大瓜壺 所以未來呢 假如說你們要 把資料做輸出的時候 那很多的變數,其實你就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好處就是說 你的 自串 反正就歸邊 然後以後的話你就把 變數放進去 你就不需要像上面 要不斷不斷的轉型 像上面其實最大的 我覺得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一直要轉型 如果你忘了轉型的話 那串接結果就是失敗 ok,因為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用加號 加號記得前後都要同樣的 這個資料形態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一定要全部都文字 ok,所以上禮拜這個 就是碼表 這個可能請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能自己再寫一下 怎麼樣把那個 就是碼表 把它 把它這個輸出 所以這一題啊 回去的話可能就是 自己再練習看看 最好就是說 可能 不要 可能就是說自己看一下 然後思考一下 因為真的 程式不多 但是要把那個程式給寫出來 其實是需要 動一點腦筋的 有沒有 就會發表 這個 將來應該 如果考試的話 應該蠻喜歡考這種 因為這種 題目其實 題目應該蠻好理解的 然後又可以考出 學生 對於回圈的 程度 ok 那只是說中間這個地方 有塵號 你可以把它改成星號 等等 反正就是 這個是一個題目 那接下來的話 上個禮拜 還有講哪一個題目 有沒有 4Mate 再來的話呢 我是要講到那個 三角形 其實做了蠻多三角形 有正向的 然後呢 有加空白的 有沒有像這個正向的 然後有加空白的 空白的像這個 那還有呢 把這個 加空白的改成那個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像這樣子 ok 然後還有一個 一個三角形 之後的話 可以改兩個三角形 ok 那當然 這個題目的話 這個 也不難 程式真的也就一點點 問題就是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樣可以輸出 其中的話呢 最重要的啦 其實就是 你要如何 重複星號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重複星號 你會發現 這個也是Python的一個 蠻 蠻特別的寫法 如果你要重複什麼字的話 這個地方你要重複幾個星 那你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用乘 乘幾顆星 有沒有 乘幾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設一個文字 後面是乘上 一個數字的話 那在這裡的意思 重複幾次的意思 repeat的意思 ok 所以呢我們假設說 要寫一個 像這樣的星號 那其實很簡單嘛 有沒有 4i in range 1到13 有沒有 然後呢 那個i就先輸出一顆星 兩顆星 一直到 13顆星 就ok 其實只要兩行程式 有沒有一個 4回圈 然後一個print 把i放在那個 那個星號的後面 乘上 乘上i就對了 那第一個 乘上1 就輸出一顆星 print本身會換行 換到下一行 再兩顆星 三顆星 一次類推 所以 輸出一個比較簡單 那輸出 空白 空白 空白的話呢 當然 這個地方就是 前面要加上 幾個空白 把它串在一起 不過上禮拜有同學 反應蠻快的 他說兩個其實可以串在一起 不用分行 對 所以如果像那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寫法 我們上禮拜講的 好像是 像這樣的寫法 For i in range In range 這個地方 同學後來其實 蠻好的 他 想法 其實我直覺是想說 這一行 是決定 空白數量 那這個空白數量的話 剛好就是用13去減 因為我分析了一下 有沒有 這邊剛好是前面的 空白數量 剛好是 怎麼樣 比如這個應該是12個空白加1顆星嘛 反正總數一定是13嘛 所以呢我可以用13去減 那13減掉i 實際上就決定 空白的數量 所以i等於1的話 那13減i 那就是12個星 那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把 換行拿掉 不過後來看一下 好像其實就可以 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把下面的東西串在這邊 比較好了 這不用再一個print了 我看一下 這個串過來 這個不用print 之前我要寫兩行 我看一下這樣應該ok吧 空白 加星號 然後print 應該ok 對 所以其實 我之前是寫成兩行 兩個print 然後但是第一個print 必須要把空白拿掉 然後後來同學反應蠻快的 老師你其實可以把它放在後面 對 不用寫兩行 對 好 那另外的話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 進階的 所以 我們這個 所以你回去可能也要試試看 所以你回去 盡可能 我建議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最好就是不要open book 不要看 然後呢 自己開一下 Python的環境 然後呢 看一下那個題目 比如說第一題 就能把表 有沒有辦法寫出來 那就能把表 盡量用format 有沒有辦法用format 把它寫出來 第二題的話就是信號 信號這個輸出 信號這個輸出 第三個也許信號加空白 所以信號加空白 等於就是怎麼樣 在這個前面再串一個什麼 空白的數量 那我之前是寫兩行 不過後來同學 你反應還蠻快的 就是說前面其實就可以串 更簡單 所以有時候程式 不見得一次寫 就是寫最精簡 那你可以再慢慢思考一下 OK 然後呢 第三個好像我們後來又換了一個題目 這題目就是 等要三角形 那其實換到等要三角形已經算很困難 已經算有點難度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覺得這個 等要三角形你也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 你功力應該 是 到了某一個level了 OK 因為像證照考試 每三個禮拜最後 410 他就考等要三角形 差別只是說呢 他有一個變數是要你 輸入的話 輸入他底下這個 總共是 數量多少 OK 所以如果你等要三角形做出來的話 那理論上 應該 這個 等於是 已經算是對回圈有一點點 要基本的了解了 那因為那個 正道考試題 第四類的話 其實第四類就是他裡面 分數最高的 因為他總共有九類 其他每一類 都是只有十分 考試的都是 但是 只有第四類是 20分 也就他一題 的分數是比較高的 那原因為什麼 因為他相對 他認為那個題目 比較複雜一點點 OK 所以等於是 410這一題 在那個 考試的 難度上面 他算是相對難一點點 複雜一點點 OK 那更不要說我們要畫兩個 OK 所以還記得吧 畫這個怎麼畫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那個 就是那個410這個 所以我們是 先怎麼樣 先輸入一個input 當然這個input 我們本來沒有了 本來是 直接這邊是13 13 有沒有 直接就輸出13 13個等要13 13 這邊也是13 執行 OK有沒有 是這樣這樣 這個13指的是下面這個 下面13 這邊應該是12 加起來應該是 20 25顆星 底下這個地方 25顆星 所以 我們 那如果說 一樣喔 我這邊一樣可以把它寫成一行 寫成一行 有沒有 剛剛一樣這個 漏點 EMD等於空 可以把它改成加號 然後把下面這個這一行 裡面的東西print把它放在這裡就好了 這個print就可以拿掉了 看起來應該結果一樣 執行一下 對一模一樣 所以喔 我之前的那個程式 是喔 其實可以再更改一個版本 就是不用兩行 一行 哇那真的 等一下那你一行就搞定 真的太精簡了 有沒有 其實看起來還蠻多的 但問題是 可以把它改喔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加個A 這個A的話呢 就輸入到底你底下要幾邊 比如說我輸入13的話 就長這樣 實際上大概13就等於26啦 我再確定一下 因為正照考試題到底是不是 意思是這樣喔 然後 如果我把它改A的話 那這邊其實就是 這個13也改成A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13 下面這個13也改成A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根據 那個題目喔 比如說它好像題目是 8邊 7邊還8邊忘記喔 輸入8好了 Enter 有沒有它底下就給我8 8的話實際上這邊是8 那這邊是7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的公式是 I乘上2-1 剛好因為有一個地方是重複到了 所以把那個1減掉 它就會剛好輸出是你要的等要三角形 OK 好啦 因為等要算已經 畫的方式喔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答案 所以喔 你們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精簡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用你比較習慣 比較能理解的邏輯 去把它推敲出來 因為我的邏輯剛好就是說 反正呢 那它中間這邊這一顆星是共用的 兩邊是 它 怎麼樣 兩邊 這個信號呢 是等於是兩倍啦 所以呢 我就把它 乘上2-1 剛好滿足 這個地方的需求 OK 好啦 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星號部分喔 可能就回去 請各位再 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就這一些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再往前推進了 所以喔 上個禮拜基本上都是 在了解有關 貨回圈的使用方法 所以 至少會有幾個題目喔 可能請各位回去試著做做看吧 九點八表 還有像那個什麼 星號的部分 還有等腰三角形 再來就正照考試的題目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 再來看有關 會有回圈 所以回圈喔 其實是那個城市裡面 重要性應該最 我覺得應該是最高的 因為其實 電腦的專長喔 應該是重複處理什麼事情 而且不斷重複 數量其實 你再多的數量 他還是幫你重複處理 這件事情如果人來做的話 那人一定會受不了 因為人對台灣 不斷重複做一件事情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要善用 那個電腦的優勢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把那個像 負回圈 還有壞回圈 把它 善加利用 因為這絕對是利器啦 反正你像他做一百萬次 反正他做一百萬次 哇瞬間完成 完全 完全不坑 坑氣 那如果說假的叫人去做 哇不得了了 而且人會累嘛 而且人的注意力 也會不集中 而且會做錯 那電腦的話基本上沒這個問題 電腦的話要不就蕩膝 要不就做完 而且現在的電腦的處理速度 其實效能 各方面其實就提升太多了 OK 而且現在 先進製程他已經是 這個7奈米5奈米的 現在慢慢又 2奈米慢慢又量產了 那這個 所謂的奈米 這個主要第一個當然 資金的速度變非常非常快 第二個的話呢 他的 耗電量反而變少了 像我最近買的電腦 哇 那個7奈米的速度 真的簡直是 快到一個不行 然後呢 耗電量反而降低很多 OK 所以當然 未來 只要利用電腦的優勢 哇 那處理起來 其實應該會讓你 更加有效率 好 那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 這個剛剛講的題目啦 至於怎麼做 回去可能 再可以 所以 像這一題 你會發現 這邊的 應該可以把它全部串在後面 甚至是不是可以一行 對 應該可以 兩個 等一下 其實 這邊print底下 應該全部都可以串一起 至於怎麼串啦 我想你們自己再 揣摩一下吧 OK 因為我好像寫太多行 對 所以有的時候 自己寫 反而會有一些盲點 如果你們假設有更好的寫法 沒關係 可以再 提出來討論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壞迴圈 假設啦 你說壞迴圈跟 4迴圈有什麼差別呢 那其實 我 前面好像講過 4迴圈是一個範圍 有沒有 4I in range 比如說 1加到99的話 那我們不是就是 1 4I in range 然後 Range就是一個清單嘛 有沒有 清單裡面就是 給他1到99的 1到99的清單 那其實那個清單有點像那個嘛 你 壞迴圈裡面不是1 然後 Ctrl加按下 一直往下 他壞迴圈不是會自動加1嗎 OK 就等於那個東西啦 那只是說壞迴圈是看得到的 Range是看不到的 不過你要自己有想像力 OK 想像他已經幫他產生清單了 那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 我想要寫壞迴圈版的 這個 11加99 你說 1加到99 可是你老師 你不是說壞迴圈 他 不是個範圍 而是個條件嗎 OK 特別說 負迴圈後面一定是個範圍 那壞迴圈後面 就是他的空白後面那個地方 一定是個邏輯條件 有點像一幅啦 一幅後面不是會有個條件嗎 有沒有 一幅的話 冒號是 下面那一行喔 會做 但是只做一次 有沒有 一幅 微處 做一次 但是 file的話呢 是不斷做 如果他微處 那就 又跳回去 繼續做 直到那個條件 為什麼 為false的時候 他就不做 OK 所以呢 如果假如 你們可以拿那個 之前的那個 負迴圈拿來改好了 負迴圈我們開那個 1加299 加總好了 1加299 那這個我 這個好像我們之前是 單數 奇數跟偶數吧 那 我把它改回來好了 假設這邊 sum a 我們先一個sum a for i in 這個就沒有step 然後我不要邏輯條件 我先 把它改回那個好了 改回加總 單個 males 有沒有 有沒有之前的那個 就是加總 1到99的話 這個step 這個應該 從1開始 有沒有 E for i in range 然後呢 這個 從1到99 這個是stop的位置 所以他只會產生到99 100是停下來的地方 理論上後面其實有個 豆點1 豆點1是step的意思 也就是說 間隔1 所以 之前有同學問 是不是有點像加1 對沒錯啦 其實1加 後面這個step 你可以想像成加1 1加1那就2嘛 OK 再加1變3嘛 可是如果今天是2的話 那就加2 所以1加2 等於3 所以13579 如果是負的話 特別重要 這是負 負1的話 那當然就顛倒了 不過顛倒的話 你記得喔 這兩個數字記得要顛倒 因為一定 如果負的話 一定是前面大 後面小 可是如果前面小 後面大 很抱歉 他只跑一次就結束了 他不會往下跑 因為 他剛好是相反的方向跑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 還記得我們上一次的加總 如果說要把它改成壞回圈的話 那應該要怎麼改呢 跟各位講 如果 我要 改成壞回圈的話 那第一個 那第一個 我先把這一行 我先 註解掉 註解的話 記得前面加 什麼呢 加那個 緊字號 表示這一行是註解 那你說 老師 你這個地方 壞回圈怎麼改 我跟各位講 壞回圈跟 負回圈 三個地方不一樣 也就是說 壞回圈呢 可能要拆成三個地方 去敘述 他說 對 好麻煩喔 對沒錯啦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適合 FOR回圈 因為他是範圍 那可是我們硬要把它改成壞回圈來寫的話 相對起來會比較麻煩 可是有的地方剛好顛倒 有的地方比較適合用壞回圈來寫 那當然 FOR回圈就不適合了 所以可能要 看實際上的那個 應用 OK 總共有三個地方不一樣喔 一 他的初始值 第二的話呢 就是他的 條件 第三個就是不進值 那變成要拆 所以這邊的話請你改成壞 壞了後面的話呢 空一格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條件 條件就是什麼 當I怎麼樣 I的池 要 小於 100 冒號 OK 所以第一個 有點像是這個 I小於100 有點像這個 100 就是他的條件 只是說前面多個I小於 那第二個的話 前面這邊 前面有個 1嘛 1的話是初始值 那初始值的話 記得要放在壞回圈上一行 上面這一行呢 加一個 I的初始值 等於1 然後呢 再來的話 不過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I 他永遠都是1 有沒有 進來 i等於1 有沒有小於100 右壞加 跳回來 I還是1 再壞加 所以一直接 1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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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加 那可是 你要怎麼壞 累計 在那個什麼 4回圈裡面有一個 stef 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stef的話 變成什麼 I A等於I加1 也就是說,你這個地方變成要自己寫 如果你不自己寫的話,很抱歉,它不會累加 所以你說,老師真的很麻煩,為什麼他都把它拆開來 這個拆到哪裡?拆到這裡 這個拆到這裡 這個拆到這裡 我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沒辦法,因為畫圍圈它主要就是針對什麼?條件 哪個條件?當I一定要小於100的時候做下面的事情 那如果當I等於100,那它條件不是False 如果不是False的話,它就會跳離圍圈 OK,我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I等於1就是它初始值 那I等於1進來的時候,I有沒有小於100?有 所以呢,那個NS等於0對不對 0加上1等於多少?等於1嘛 存到前面去,所以NS等於1了 那這個時候,I等於I加1,所以I變成2嘛 2再彈回去,2有沒有小於1?有 那就把2再加1 有沒有,2 就把2再加1,加完就變3 然後I再等於I加1,I等於變3 3再彈回去有沒有小於1?有 有沒有,就是1加2加3加2加99了 那這個時候I再加1變成100了 有沒有,100有沒有小於100? 但沒有啊,100等於100嘛 所以這個條件為False了,不是了 那這個時候呢,它就會跳離圍圈 最後把結果輸出 OK,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喔,如果用4回圈 其實你會發現,只要寫1行 可是如果你寫成換回圈 哇,要拆成3行 實在是完全沒有 什麼,根本不精簡嘛 OK,所以執行看看結果 OK 加總結果,一樣是4950 完全一模一樣 OK 所以啦,有的時候啊,你說 老師那應該什麼時候寫什麼回圈 其實說真的啊,也沒有說絕對的 所以有時候是根據實際上 你需要的時候啦,比如說 像這個是範圍 那我是當然比較推薦用那個4回圈 可是呢,如果你硬要寫成換回圈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只是說程式看起來好像沒有 沒有這麼漂亮而已 沒有那麼精簡嘛 所以你會發現啊,有些工程師 他我看到蠻多 其實明明你用4回圈OK 但問題他就一定習慣用換回圈 我也沒辦法理解 那為什麼?我後來發現 應該是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有的人他就很喜歡用換回圈 不知道為什麼 換回圈可能後面是一個條件 反正我有條件 我判斷完 確定要再跑 那不是處 那就離開 可能他這個對他來說 比較好寫吧 我在想 反正我想說 為什麼明明有4回圈你不用 你一定要換回圈 而且每個地方他用換回圈 用換回圈 那我會覺得 這個 所以我個人我還是會把它 如果我要 看這個程式的話 我會把它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不然的話我會看的真的是很不習慣 OK 所以這個當然是因人而異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請你把那個 就是之前的那個 副回圈 還記得吧 改成用壞回圈 來改寫看看 就是把這個 1加到99 改寫成那個壞回圈的版本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